門徒頭條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 黃昏六點直播 夜晚九時重溫 繼續拒絕麻木跟蟲 堅持聖經公義 歡迎大家收看 門徒頭條 我是哈維 門徒頭條每逢星期二 和星期四的黃昏六點 就會做直播 晚上九點開始 會重溫 明天就是重陽節假期 所以今天會做得比較短 明天重陽節假期 門徒公義是星期五 晚上要錄音 但因為假期的關係 提早到今晚要錄音 所以我做完直播之後 就會直落 又會再錄音 所以就不會做太久 我想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因為都要休息一下 吃點東西 星期二的時候 我出了去 因為當日就是 善樂堂拍賣 在現場 都做了一個短短的直播 拍賣會之後 跟著都約了林國章牧師 跟他吃飯 跟著晚上一起去探訪一下 深水埗的露宿者 所以都沒有再回來這裡做門徒頭條 是的 林國章牧師其實回來了香港 不過幾天之後 他就會離開 因為他這次為什麼會回來呢 原來他出了兩本新書 是一些詩歌集 來的 他會舉行一個音樂會 同時發表他這兩本新的作品 就會在主恩堂那裡 晚上七點半開始 主恩堂在天后 天后港鐵站一出就是 也是他以前在香港侍奉的教會 那晚我都會去的 當然要捧場 畢竟都有新作品出現 如果大家想見一下林國章牧師 又或者去欣賞一下一個音樂會 或者他的作品 記得到時候要到場 由林國章牧師去主導的音樂會 他當然一定精彩 說真的 約翰陳仔問我是不是Live 不是 不是 雖然我馬上看到 你問我是不是Live 我或者不是 那你信不信我不是Live 不用經常問我這個問題 說真的 好 那 今天沒有什麼報告 那講幾句要立即入題 因為今天也要講時間一點 好 首先 還是宣傳 我們現在新開了Flash 所以希望大家就快點去Follow 我看今天為止 都是只有214個 那我決定 以後我們出的報道 都會第一時間在Flash那裡 刊登先的 然後呢 先到Facebook IG 或者其他平台 那所以呢 就是鼓勵大家 去Follow我們的Flash 你Follow了 那你就第一時間可以見到我們最新的報道 OK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在這個月 最後一個星期五的夜晚 二十五號 就會舉行一個生日晚睡的 會和我們在十月份生日的同工 聽眾 一起去慶祝的 吃飯的 如果你是十月份生日 或者你是我們的聽眾讀者 就算不是十月份生日 都歡迎你來的 就不要誤會 如果你不是十月三日 就不可以來 千萬不要誤會 大家都是希望 有個藉口 見面 大家去聚一下 是不是 那如果報什麼時候 去回我們的網站 Facebook VV Flash IG等等 你填了Google Form 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聯絡你 OK 好 接著預告一下 接下來的二十六號 就是這個月最後的 星期六下午 我們會舉行門徒論壇的現場聚會 今次呢 我們就會講一下 基督教的時事評論節目 以及做一個現場的節目主持 或者製作的招募 雖然我們不是說一個很大的網台 但是如果你說 純粹在基督教本地的時評節目當中 我們也做了八九年 都叫做有小小的年資 還能夠生存到今時今日 那我覺得都希望能夠把經驗分享 鼓勵多些 如果有心去開一個 一個教育時評節目的一些 新的主持人 或者製作人 那我都會分享那個經驗的 甚至乎如果 你都想加入我們的同工行列 那我們都有一個現場即時的招募 那 那 遲些我們就會出一些詳情 不過我先向大家交代 那 就說起門號公義 記住 我們已經提早到 禮拜日中午十二點鐘 就會首播 那不是九點鐘 是提早到十二點鐘 而今集的題目 我們會講回樂桑大會 記住 接下來星期日就要收聽 好 今天就報告完了 要立即入題 說時間 沒錯 今天就會講這個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堂 那個的性暴力事件 雖然上個月頭揭發了 到現在都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講那個凡事者 他究竟是什麼人 似乎一直以來 無論講教會那邊 或者揭發事件的關注組 都沒有再去披露更多 那我們就收到 有一位前的女會友 即是我們曾經報導過 就是十五年之前 都是在協和堂所羅門小組 那位女組員 Blender 他揭露了一個性騷擾事件 根據他的了解 他提供了很多關於 今次這個涉事者是什麼人 所以今集就會 講一下關於這個涉事者 另外 我們今集的題目比較有趣 叫做什麼什麼麻衣TG群組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涉事人 在十幾年前 當他還在做這個 所羅門小組組長的時候 原來他和其他男組員 他們開了一個TG群組 用了一個日本女優的名字 明不明白 群組做什麼呢 就精彩了 就是互相開心 分享一些 AV片的連結 或者一些 AV女優的相片等等 那 究竟是 這個名字 今天我們會去 詳細討論一下 究竟是什麼名字 他用了哪個日本女優 去明不明白 今天主要講這兩件事 好 正式講一下 我以下講的東西 都是引述至Blender 和我扣路的 原來這位涉事者 他是教會現任的執委 他也是 剛才提過 他是做過所羅門小組的組長 他在政府 原來做公務員 還在講中高層 而他太太本身 也是在教會之前做過執委 他太太做先 他現在就是現任 兩夫妻都先後擔任執委 加上他本身 政府做官 又不低 所以為什麼這件事 被投訴 之後 教會方面 一直都叫做低調處理 包庇他 難處理 我相信 就是因為這幾重 他的身份 在這裡 直到關注組 上個月7日 在IG 或Facebook 揭發了事件 翌日 8日 是主日 在崇拜 教會 都在報告時段 交代這件事件 原來這位涉事人 他在崇拜當日 承認 和有交代這件事件 但是 詳情是怎樣呢 Brander 就沒有再 中一步去扣腦了 先喝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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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約翰陳仔 開始猜 究竟誰 日本旅休的名字 待會我會跟大家去分析 不用這麼快說 這裡 我繼續說下去 先說下去 這樣 好 那 我們知道 根據關注組所說 是有投訴 Brander 就中一步說 其實這次 至少是有五單投訴的 究竟是說五個人投訴 還是說 一個人做五單投訴 這樣就沒有說得很清楚 總之是 至少有五單投訴 而說 這五單投訴 事發 都很久 是由09年直到今年 即是前後 15年的時間 你也看出這一位 凡事者 在教會 這麼久以來 真的無間斷 沒有停過 由09年直到今年為止 而投訴牽涉包括什麼呢 對姐妹 有些身體接觸 性騷擾 這是什麼類型的身體接觸呢 因為這些可大可小 說真的一句 你說拍一下肩膊 鬆一下背 那些就已經是性騷擾了 對於一些比較敏感的部位 其實可以說非禮 大家都應該記得 其實在關注組的公開送裡面 其實都曾經提過非禮這個字眼 另外 除此之外 還有 在Telegram 群組那裏 交換姊妹的照片 這樣 這裏 又是 Branda 我希望她 說多一點點 因為這一個情況 有一點點特別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無論身體接觸也好 性騷也好 性騷也好 都是一對一 就是那個男性 對那個受害者 女性 但是你說 如果在Telegram 群組 交換姊妹的照片 其實牽涉就超過一個人 是不是 那些照片 如果她自己拍的時候 自己保持了 就不會有人發現 她也不會到處拿給別人看 她說在群組那裏跟別人交換 那 有另外一個人 至少 那那些是什麼人呢 那 相信 如果你說十幾年之前 就是說 所浪小組 那些男組員 那就是有其他的涉事者 還有那些照片 怎麼來的問題就是 是什麼照片 如果你說平時 胎組 那些照片 那我想 應該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交換的價值 對不對 你說如果 是那個 姐妹 在Facebook 在IG 自己寄出來的照片 那什麼交換呢 說真的 我自己都會去下載的 沒有那個價值在 那 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 我相信的可能性 就是偷拍的 唯一就是這個可能性 先有所謂交換的價值 對不對 那問題就在這裡 喂 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偷拍的問題就是 在什麼情況之下 偷拍 偷拍了些什麼 就是 那個就很嚴重了 在教會裡面偷拍 怎樣偷拍 偷拍了些什麼 那 可以很嚴重 我覺得 所以這裡其實是需要 再去深入 了解 多些 我會覺得 還有 有幾多個 姐妹被偷拍 等等 被影下 這樣呢 是牽涉幾多人呢 那麼這個 真的 又要去 了解 多些 這樣 這裡可以補充多一點 就是說 因為提過 這是一個Telegram的群組 我們可能在說 19年 之後才知道 有Telegram 但其實看回資料 Telegram 在2013年 就已經有了 那 我相信 他在說 這個群組 都應該是最早 在2013年 或者2013年之後 才創立 是不是 這個 真的很合理 真的 OK 好 那 跟著就說 這個 的 Telegram 群組 OK 很快說一下 背景資料 其實 Brand 他就揭發過 他是09年 開始回血和堂 被編入一個 叫做 所羅門小組 過了幾年 大家互相都長大了 因為補充 其實血和堂 本身 是在血和書院 在中學 那裏 我相信 也是在說 當時的學生 初中 慢慢幾年 就變成高中 甚至中學畢業 OK 他慢慢留意到 這個 組長 即是今次這個 涉事者 很古怪 開始變得 會經常 對那些 姐妹 平頭 品足 那樣 那樣 甚至乎 用Telegram 開了一個 群組 用一個 日本女優 去命名 不知道什麼 麻衣 那樣 去交換一些 AV片 的link 或者一些 女優的 相片 甚至 懷疑會不會 交換一些 姐妹的相片 等等 那樣 如果根據 剛才所說的 就很大機會是有的 OK 好了 那 Banda 亦都再 扣露多一點點 就是說 當時他 回到這個 所羅門小組 有接近 二十個 組員 差不多 說明小組差不多 男女的 比例就大概 七比三 那你 可能十幾個 男 幾個 女的 組員 這樣 好 那今次呢 因為前幾天 就有 遇到一些朋友 說我們做節目 太過正經 又 比較悶一點點 提議我要輕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 都輕鬆一下 這樣 就跟大家猜一下 究竟 這一位的 的 凡事者 他們 開立這個 Telegram 群組 用了 哪個 日本 旅遊 明不明白 有一點點 牽使的 就是什麼什麼麻衣 所以我今天 又上網找一下 發現 其實原來 很多 日本很多旅遊 可以用什麼什麼麻衣 是不少的 所以跟大家猜一下 就是 因為剛才提過 Telegram 最早 2013年 才有 所以 我找一些 速度 在2013年 起碼2013年 才在那些 如果 就不可能 太早 或者 近年 也 覺得 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我找到 三個 應該是 最有可能的 大家一起 幫忙分析一下 好 第一個 叫做 籠月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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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2009年 出道 時間上面 都對 說真的 時間上面 應該OK 因為2009年 速度 這個 群組 在2009年 即是 13年之後 才有 這樣 都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OK 這個就是第一個 有可能的人 我覺得 接著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 有目麻衣 有目麻衣 看資料 就在2012年 出道的 OK 2012年 出道 13 或14年 創立一個 群組 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的 OK 好 接著 最後一個 的可能性 就是 尚圓麻衣 不是尚圓阿衣 不要搞錯 尚圓阿衣 和尚圓麻衣 是兩姐妹 OK 這是尚圓麻衣 尚圓麻衣 尚圓麻衣 就在2014年 出道 如果你說這個 Telegram群組 在 14年 假設是14年 或者之後 創立 都有可能性 都有可能性 OK 另外 約翰陳仔 還提了 有個名字叫做 倉木麻衣 我沒聽過 這個名字 這個我真的沒聽過 對 我都說 日本太多 什麼麻衣 我都找不完 說真的 這個都是 猜一下 大家猜一下 好 先回來 好 那 大家看基督教的時評節目 看到會見到 有日本旅遊的相片 我想都 都 都已經給了一些娛樂大家奶 OK 好了 最後呢 楊紅陳仔好像知道 今天想說什麼 真奇怪 我就是想說 來近禮拜天的按摩禮 說真的 來近禮拜天 這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就會舉行每年一度的聯會 他們就會安立一些宣教師做目者 而今次呢 就是包括 協和堂的宣教師羅美利 我們 早前呢 就發起了一份聯署 就要求香港區會 就 暫緩 安立 羅美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今次 關注了 他 那個 投訴 之一 就是 教會的 教務 領袖 是有份 冷處理 以及去掩飾 這一宗事件 令到投訴者 造成 二次的傷害 而羅美利 宣教師 作為協和堂 最資深的宣教師 因為他做了十幾年 我們有 合理的理由 懷疑 他在這個 所謂 掩飾 冷處理 的 問題當中 有一定 那個 的 角色 而香港區會 說 現在會調查 成立了一個 小組 會調查 那麼 你都未開始調查 未完成調查 那麼 你現在就 按納他? 喂 那麼 這個就是未審 就已經 告訴別人 大家聽 你們相信他是沒事的 你們相信他是清白 否則你怎麼會 接下來 星期日 就按納他做牧師 是不是 這個道理 是非常之簡單的 那麼 我覺得 你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告訴全世界 這個調查 就只不過去做戲 羅美利 一定沒有問題 我還沒查 就可以告訴你 他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 星期日 就會按納他做牧師 那麼 這個是非常之離譜的 那樣東西 所以為什麼 我就發起了調查 要求你暫緩 先 不要這麼快按納他 等調查完成了 公佈了結果之後 然後先去決定 就是看看究竟 羅美利 在這件事件有多少餐魚 需不需要負責任先 然後先決定 是不是按納他做牧師 那我覺得 那你先符合 那個所謂程序公義 那樣東西 喂 還有 你這次香港區會 這個調查 你都已經閉門了 說真的 事發到現在 我們都是第一個 叫做稍為披露一下 犯事者的背景 是沒有的 整個月 你有沒有見過香港區會 主動交代一些事情 你有沒有見過 協和堂交代一些事情 查到哪裡 會怎樣查 什麼時候會查完 有沒有交代這些事情 完全沒有 是我們今天開咪 才告訴大家 這個涉事者 有這些背景在這裏 那其實是 整件事都是閉門的了 也沒有什麼公順力在這裏 現在你直接說 禮拜天就按目的時候 才告訴別人是做戲 是告訴別人 根本整個所謂獨立調查 是做戲的 所以我這裏 嚴正要求 黃家輝總幹事 真的要正視這件事 這樣 否則 你這樣去按羅美里的時候 和善樂堂 按那幾個反骨仔 反骨女 有什麼分別 就是你們私下 唯威唯 關門 按手 說他是牧師 就是牧師 哪怕他們根本有很多問題 完全不管 總之 我們的會 按了他是牧師 他就是牧師 那你也要看看 有沒有公順力 這件事 如果你禮拜天按羅美里的時候 就和善樂堂 按林思汗 按陳曉冬 按鄧巨堅 一樣 是完全沒有公順力 這件事 真的是 那 我們這個聯署 就會收集簽名 到星期六 因為星期日就舉行了 但是 就必須這樣說 其實到今天為止 十個簽名 都沒有 說真的 不知為什麼 可能大家的視線都去了 從到為你那裡 但是我覺得 其實協和堂這件事 都嚴重 一樣嚴重 我希望多些 聽眾 或者讀者 留意這件事 真是 好 至於你問我 禮拜天會不會去 我在想 我也在想 很近 在崇基那裡 是不是 中大 坐幾個站就到了 說真的 好 那 今天到這裡為止 因為 我要吃飯 然後又要錄音 等等 不過 最後的最後 要提一下大家 我們門路媒體 這個月 營運費 暫時到今天為止 都還未收到有奉獻 不要算一號、二號那些 因為一號、二號那些 就已經入了九月份的營運費 我現在說的是十月份的營運費 到今天十號為止 雙十 雙十 OK 今天雙十 都還未收到 所以希望大家 幫幫手 好嗎 你可以扣過Payme PayPal 轉數快 又或者 如果你在看我們的 即時通訊 我都已經把那幾個 網上支付 打了上去 希望大家看完直播 或者重溫之後 幫幫手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接下來 星期日的 門徒公義 我們大家再見 好 拜拜